大家好 我們來示範這個 藍瓶急劇的幾字 這一篇是四個字的對點 虛懷當主 精氣若藍 這都會押韻對賬 首先這字本來這虛字很扁 我除了拉長以外 而且還有把本來太斜的都把它拉正 大小上大概就是照這樣 然後再來是要注意 待會示範寫的時候 輕重或者說比例上 我會再更細節的調整 因為用電腦上處理的時候 沒辦法做到那麼細緻 如果要的話 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更細緻的 就直接書寫示範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首先呢 這個值 我就是用燕皮紙 就是我經常寫行書 都是比較喜歡有燕皮紙 會比較心默性 比較恰當 比較能夠表現出精緻的細節 好 首先這虛字呢 它這個頭 這個很大 我會把它變小 然後這撇拉長 這個在我們在臨摹的時候 有時候到最後不要就是亦步亦去 有時候是要稍微去改變一下 不是修正是改變 因為這個字 要放在這邊這樣子感覺 太鬆了 太弱了 所以我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長度也可以稍微再調整 來看一下 首先 筆法上盡量是一字 筆法不要變成在寫字節的字 那就沒有意義 就不是在靈活了 這變小 然後這裡拉長 可以看到筆法是一樣的 好 那再來這裡切 直接 寫過去 難過來 寫度 筆法都一樣 再過來 好 所以可以看到 這樣寫法 跟著已經做很大的一種 調整了 懷字 那在寫接下來的字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 跟上面的關係 雖然我們是在臨摹 但是也要注意 所以你這時候的位置 還有那個整個感覺 要去注意一下 懷字 所以 這鴿子是有必要性的 至少不會是歪的太離譜 尤其初學者 切 圓潤 這個當然 智本身要寫得夠熟練 不能說 難挺都沒練就直接要寫著 這是不恰當的 還是要很基本的去練圓體 好 再過來 好 再過來 重心加壓 則 連續動作 所以這些都是連續動作必然的 寫出來的代筆 虛懷 虛懷 傷 然後我們繼續看這個當智 好 當智呢 嗯 這邊稍微調整一下 一點點就可以了 因為感覺它寫得太寬了 就會有點鬆掉 把它變進來一點 好 其他呢 就盡量保持原來的樣子 再過來 然後 它這邊寫得有點鬆 我把它放大 好 因為 好 這樣子整體心會更好 在寫對臉跟寫原來 它的是不太一樣的 好 所以可以看到 我這樣寫呢 就比較 比較適當一點點 不會變形的太厲害 好 這是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要做 臨摹 到最後 不要 就是只會照著 照表朝刻這樣 要動一下馬進 竹子 好 再看一下 那我們最後面呢 我都會附上這個 書寫的一個 原來這一張 以及 這個書寫的這一陣 我修改之後的 都會有一個 一個 影像檔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竹子我就照它 在上面有調整的 一模一樣 再來 輕氣 右 再來寫這個的時候 要注意右邊字 相對的關係 所以在寫的時候 你就要去看 右邊 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 要不要去調整它的 輕重的問題 大小大概就調好了 現在輕重 好 那如果說 這個是擺過來 有點太重了 所以 大小 可能差不多 但是 重量 輕一點點 以免過重 左邊會過重 這個在寫 要特別注意這些 不是有字就好 所以我們寫輕一點 大概 八層左右 八層到九層左右之間 這一點點就是很微妙 很需要去注意 這裡都輕一些 但是筆法不要變 剛剛有提到 變了就沒意義 就不是在臨摹了 因為王羲之的東西 真的是很多 可以學 所以在學的時候 要筆法最重要 不能去變動 不會很不合理 再來 氣 氣字 來看一下 氣字在這裡就 完全照寫就可以了 這寫的 這本身它就很適合在這樣 好 然後再寫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這在我的 其他的課程裡面 都有很清晰的 主旨解說 逆筆而進 筆法要注意 然後可以連續寫 就盡量連續 加壓 帶過來 這樣 好 清氣要注意擺的 那個傾斜多 整體性 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弱字 本來的字 我把它調整一下 照這樣寫也是很可以的 很可以 然後稍微解輕一點點就可以了 感覺這裡它有點過重 過來 來 連續 動作 揉一下 比較潤一點 好 過了 藍字 藍字這字本身在這裡是滿大的 所以呢 我們在寫的時候 可能要把一些線條 寫細一點點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要記太多 不然它這樣 又大又重 太沉重了 比例上呢 就會視覺感覺這裡太重 所以稍微寫輕一點 可以看到我在這邊 尤其這裡 這都稍微細了一點 那還是要強調一點 筆法 不要變 一邊寫一邊注意一下 然後再多寫稍微小一號 到底要怎麼變 除了大方向大小這樣變 就是 最佳狀態 可能沒有 但是盡量就去 一邊寫一邊注意這些細節 所以呢 我們再對照看一下 這個 整體性 所謂整體性 看起來整篇 這是一個 互相有 故意的 一篇作品